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4日 近期英国媒体报道了 关于马航MH370坠机事件一些新的相关证据 这个新的相关证据呢 还是在马达加斯加岛被发现的 证据发现的日期呢 实际上是2017年 他在这个一个渔民的家中被放了5年 我可以看一眼 这个图片中 这个中间这个人就应该是发现者 大概是长81厘米 然后这个宽是70多厘米 这个发现的证据呢 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在这个起落架舱门的内侧和外侧 都有这个冲击的划痕啊 就是说被贯穿了 经过分析呢 这个证明就是说在飞机降落海面的时候 或者坠落海面的时候 飞机起落架的舱门是打开的啊 这块宝是这个飞机起落架舱门上的一块 它已经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在飞机和水面接触的时候 导致引擎或者其他应该是引擎 产生了碎片 这些比较坚硬的碎片啊 穿过了这个起落架的门板 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飞机在水面破降的话 它不应该把起落架打开 在水面上破降 把起落架打开实际上是更危险的 它直接会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在一个飞机在水 进入水面的时候 起落架它会沉下去 这样和水面产生很大的一个力 会把这个起落架整个撕碎 并且这个水也会更容易的进入到飞机体内 对吧 飞机体本身原来这个舱门是关闭的话 它外表是一个比较光滑的一个面 所以在 所以根据这个证据可以完全看出来 这个飞机在降落时候 首先呢是有人为操作的啊 就是说它能够把这个起落架的舱门打开 另外呢 这种操作应该是违反常理的 也就是说它的目的 不是让飞机安全的降落 而是产生更大的损坏或者破损 更便于飞机解体或者沉入到海里 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碎片的发现情况 碎片的发现呢 实际上在马达加斯加岛偏北的地方 据说在这个位置已经发现了4块碎片 马达加斯加整个岛屿呢 一共发现了19块碎片 真正有价值的能够分析到事故原因的 这块碎片可以说是价值最高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比较明确的指向 就是说飞机的坠落呢 跟人为的操作是有很有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有可能就是啊 人为故意的想导致啊飞机进行坠落啊 不能说百分之百啊 但是从合理的这种分析来看啊 情况就是这样啊 我想呢 这次世界这个证据的发现呢 对于那些追求真理的人来说呢 还是一个好消息 对吧 而且本身马航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呢 可以说是人类航空史上一个 最具神秘性的一次追击 并且呢 它也反映出飞机的飞行中 是否有一些安全的漏洞 因为有人曾经说过 这个飞机有可能是被远程操纵的啊 当然这种合理性 只是存在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并不合理 因为飞机越来很远 你怎么去对飞机遥控 这个飞机毕竟是在地球上飞 这个球面对吧 很有可能脱离你的距离 而且现在 哎 你是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强力的组织 是分段遥控啊 还是怎么遥控 这个还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啊 好今天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呃 新的证据可能会越来越多吧 希望能够越来越多 呃 能够把事实的真相呢 逐渐的给大家还原出来 但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 啊 难度还是挺大 因为这个飞机 如果是这种方式坠海的话 啊 它的完整度可能确实就不会太高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湯